未來這現在非常可怕 這是一個咖啡店 然後的攝影鏡頭 看什麼 兩個人做多久 然後呢 這個人做多久 買了多少東西 然後每個店員 你在這邊工作的時候 你做了多少杯咖啡 我透過這個錄影帶 我竟然就可以馬上計算出來 對 你開一家咖啡店 你都很希望說 你的客戶非常的滿意 都希望你的員工 很努力的幫你做咖啡 可是呢 你每次考考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說 到底客戶滿不滿意 到底有做了多少咖啡 但是AI會告訴你 所有的一切 這一個人 他為什麼只有兩分鐘 因為他剛進來點咖啡 然後呢 其他人做了一個小時15分鐘 一個小時15分鐘 這兩個女生是一起進來的 好 做了不走了 對 做了不走了 這兩個做了一小時15分鐘 對 然後呢 你來看說 到底他的表情上面 多久拿到咖啡 你看 兩分鐘就可以拿到咖啡 代表說還算是有效率喔 好 客人喜不喜歡 在那個裡面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臉上的表情 都可以來處理 但是對老闆講 更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安娜 做了20杯咖啡了 你Vica只做了10杯咖啡 你後面還有一個人 只做了3杯咖啡 而且不是只有數字喔 他會有動線 什麼意思 你到底跑到哪裡去 安娜為什麼可以做20杯咖啡 因為他都沒有離開 他一直在做咖啡 對 那這個剛剛講 這個人為什麼只做10杯咖啡 因為他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的 對 所以你這個東西弄下去之後呢 他會把你跑出報表來 所以多少客人帶了多久 然後呢 他的這個翻桌率有多久 或者是你的員工做了幾杯咖啡 你可以把它變成數據化 然後你想看圖表你就看圖表 你想要看影片就看影片 你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清清楚楚給弄到你手上 太可怕了吧 就是AI的一個功能 而且一個都逃不掉 甚至呢你看喔 這是做披薩 做披薩的話 他也很厲害喔 你做披薩 不是計算 你做幾個披薩而已喔 他會把你所有的路徑 你今天單子進來 會同步告訴你大家 你今天是做夏威夷披薩 你有沒有少拿了一些鳳梨 你有沒有少拿了起司 他把所有的流程 SOP對在一起 如果你今天少漏了 一個起司 少漏了一個鳳梨 他會把你記錄下來 當你今天下班的時候 你就拿到一張報表 你今天做了幾個披薩 其中有幾個 是不符合規定的 那這個過程 對你會有什麼影響 他就會變成你的考核 AI窮辦記錄下來 你做了多久 你的動線如何 你做了什麼事情 我只要晚上看報表就好了 沒錯 那像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他是收銀 其實我們有些時候 真的覺得很痛苦啊 你去等的時候 都支援收銀 真是很久 但是呢 你有這個東西之後 你都會知道說 一個客人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去結帳 一個客人 他買了多少東西 一目了然